欢迎纳吉道歉言论引争议 安华被批无法代表全民 罪行就是罪行 陆兆福认为纳吉道歉没意义 既是国家的父亲 岂能无礼 安华捍卫欢迎纳吉道歉论 哈喽大家好 我是挑逼 今天看了这几个新闻过后 我真的觉得 陆兆福这次真的是敢敢站起来 发表的这一个不一样的这一个态度 跟之前形成的这个比较鲜明的对比 因为纳吉的这个案件是全国瞩目的 当时候509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会集中这个选票投给西蒙 也是因为纳吉当时候的这个政府 实在是太过过分了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手中的一票 来让纳吉付出他应该要有的代价 所以我觉得陆兆福今天的这个表态 至少让我们看到行动党在这个纳吉事件 至少是秉持着差不多一样的 这个态度了 那现在满城风雨呢 其实有两股完全截然不同的这个情绪 而且是对立的 我先给大家看这个民调 大家就可以比较明白 到底这个情绪长什么样子 那我就问大家 安华捍卫 欢迎纳吉道歉论 你怎么看呢 31%的人觉得 没有问题啊 支持安华 那65%的人觉得 什么鬼哦 我不接受 这个纳吉的道歉咯 OK 这个是挺鲜明的这个对立啦 绝大多数人是不接受纳吉的道歉的 那坦白讲啦 我自己也是觉得 不需要接受纳吉的道歉 为什么呢 因为 如果你没有犯错的话 你道歉什么 你道歉是不是意味着 你承认你犯错了 但是 纳吉的道歉啊 他是没有承认他自己犯错的 他的这一个 整个论述呢 都是别人骗了他 别人呢 陷害他 大概这样子的这一个情况啦 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道歉的是毫无意义的 然后 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呢 就是大家 与其说 是比较关注安华的表态 其实我认为 安华的表态你想 你想他重要吗 他可能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是 到底安华表态过后 会不会 对纳吉的这个1MDB案件 后续的这个发展 有所影响 跟有所改变 这个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事情 那我觉得 我们可以在10月30号那一天呢 得到一个初步的答案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10月30号就是纳吉1MDB案件的初步判决结果 也就是法庭会宣判 到底 纳吉的1MDB案件是否是表面罪名成立 如果是表面罪名成立 那么纳吉就需要自辩 如果 他自辩失败的话 那么 就会变成是罪名成立 然后他就需要走完整个法律途径 就是他有两次上诉的机会嘛 先去这一个上诉庭 然后如果上诉庭还是输的话 就要去到这个联邦法院那边 那 用完了这两次机会 到最后如果还是一样 罪名成立 那么就需要去 负上相应的法律责任 简称坐牢 那如果 10月30号的这一个判决 是表面罪名不成立 那么就是当庭释放 当庭释放指的是1MDB案件啊 SRC案件呢 已经是陈来落定了 纳吉还是要坐牢的 所以现在呢 就等10月30号的这个法庭的初步宣判的这一个结果 我们才能够为后续的这个事件的反开讨论啊 我觉得这样子相对来讲 会比较公道一点 那整件事情的这个风波 为什么会闹得沸沸扬扬呢 那我觉得这个风波 一开始是因为这一些 有一些媒体啊 他就把整个论述写成安华接受纳吉的道歉 但实际上安华讲的是 塞亚特里玛白 我欢迎 而不是塞亚特里玛 我接受 这两个字 本质上来讲还是有分别的啦 虽然有些人会 强行的把它们变成是同一个概念 比如讲 我们的前任反台会主席 拉蒂华 他就讲 安华是没有资格去接受纳吉的道歉的 因为你接受了纳吉的道歉 其实幻言之变相的是 就是你可能在为纳吉的这一个 居家旁行去扑路 然后如果你接受纳吉的道歉 是不是意味着 这些罪犯以后可以更加蔑视法庭 可以更加蔑视反单位 还有执法当局 这是拉蒂华的这一个表态啦 其实他的这个反应比较激烈 是情有可原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纳吉案件 其实拉蒂华是这一个有份一起调查的嘛 他是当时候 马哈迪时代的这一个反台会主席 所以他可能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付出了 超过我们常人能够理解的这一个努力跟时间跟精力 去调查那几案件 那现在看到安华这样子的态度 他当然就不爽哦 我觉得情有可原啦对不对 然后如果我们要站在第二个角度 就是如果你不要站在反台会前主席拉蒂华的那个角度 直接把安华欢迎等于安华接受那次的道歉 你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就是 其实这是两种不同的事情 我接受道歉跟我欢迎道歉可以是不同的这一个概念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比如讲 如果你现在打我 我接受你的道歉 并不代表我不怪你的嘛 对不对 并不代表你打我 这件事情可以不了了之的嘛 这个我依然可以控告你上人 我依然是可以报警处理 大概是一个这样子的概念 所以他是有两种不同的解读的 因此呢 至于是哪一个解读 我觉得我们就要 静待这个法院的这个宣判结果 当然这样子讲 其实对安华还是有点不公平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样子说 就是等到这个法庭的这个结果宣判出来过后 我们就能够知道 这个安华的表态到底有没有影响 这个最终结果 其实变相的是在告诉很多人 其实首相安华是会干预司法的 对不对 其实你看了 这个课题啊 不管怎样讲啊 都是会有这个不公平的情况出现的 所以最主要的这个核心的这个论点 我觉得既然现在都是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然后大家都是说不清楚的 那么最好的这一个情况是什么呢 其实我认为就是安华一开始不要讲啊 是不是 他一开始不要表态讲我欢迎纳吉的道歉论就好了嘛 因为如果我们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的话 安华如果不表态 实际上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因为你不可能去讲因为安华没表态所以等于他不接受纳吉的道歉 巫统的那一般人不可能用这样子的方式 硬硬把安华没讲过的话塞给他的吧 我认为是不可以啦 但是安华表态过后呢 后续有很多的这个负面的这个效应 比如讲有人质疑安华有没有这个权力代表全民去接受纳吉的道歉 又有人讲安华现在表态呢 其实就是一个信号 意识着这个纳吉的这个1MDB案件很有可能不了了之 有太多这样子的阴谋论全部都跑出来了 所以弄到安华要紧急灭火 他就自己强调啊 我作为这个国家的父亲 我是国家的这个首相 如果有人跟我们公开道歉的话 难道我要告诉他 哎我不接受你的道歉啊 不可能这样吗 这个就是安华的态度啊 他觉得作为这个国家的领袖 当有人公开跟我们道歉 那么我们的这个态度就是国欢迎你道歉 这是他捍卫这个欢迎道歉论的这一个版本啊 那你接不接受安华的这个版本呢 其实我觉得他还是一个公说公有礼 婆说婆有礼的这一个情况 就总之安华表态过后的引起的一连串的这一个不同的这个声音 当然你要讲在民主社会里面有不同的声音是一个好事 的确是没有错 可是现在就他会变成公说公有礼 婆说婆有礼然后谁都解释不清楚 最终法庭的这个审判呢 又会变成公说公有礼 婆说婆有礼 所以你看到吗 这个东西呢 他的矛盾点就在这边 因此如果站在这个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讲 我真的觉得安华是可以静静不出声 完全就无视这个纳吉的这个道歉 那后续呢 就不会有这样多的这个一连串的这个事件发生了 那不知道你是否赞成 安华应该不表态呢 那如果你赞成的话 欢迎在这个评论区留言111 我们下次见 拜拜